您好 欢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视野 我是黄佳华 2017年元旦 土耳其再度惊传恐怖攻击事件 一名穿着耶诞老人中的歹徒 1号凌晨持枪闯入伊斯坦堡的一家夜店 朝着店内正在欢庆新年的五六百人任意扫射 造成数十人死伤 死者当中有近三分之二是外国人士 土耳其总统艾尔端表示 歹徒意图制造混乱与破坏和平 但他强调 土耳其永远不会向恐怖主义低头 目前伊斯兰国已宣称 这起枪击案是他们下手攻击 救护车来回穿梭 民众仓皇逃出 一脸惊恐 2017年第一天全球迎接新年的同时 土耳其却惊传恐怖攻击 造成至少35人死亡 40人受伤 当地时间1号凌晨 位在伊斯坦堡的知名夜店 上百人正在欢庆跨年 却有歹徒身穿耶诞老人装 朝人群开枪扫射 酿成严重伤亡 伊斯坦堡市长沙欣 已将这起事件定调为恐怖攻击 这家夜店临近欧亚交界的 博斯普鲁斯海峡 事发当时部分客人跳海躲避攻击 枪手身份和犯案动机仍在追查 2016年土耳其发生连串恐怖攻击 库德族好战分子和ISIS接连犯案 已造成超过180人丧生 伊斯坦堡处于高度警戒 新年期间1万7千名警力上井发条 还是难以阻止悲剧发生 中央社综合报道 开心挥挥手 台湾桌球好手江洪杰 和日本女将福云爱 众所瞩目的台北场婚宴 原本选在2016年最后一天举办 但后来决定改成2017元旦 象征全新开始 媒体始终关注的焦点 就是福云爱婚后会不会来台定居 江洪杰说这要等未来工作地点 确定才会决定 而福云爱的回答充满浓浓爱意 应该可以说小杰在哪里我就在哪里 可能比赛联赛结束之后 新的才会有新的规划 可能我的工作以后的地点 或是我的联赛的地点来 才会再决定我们日后的居住的地方 婚礼现场也陈列两人 10月底赴德国拍摄的婚纱照 闪光四射 这场台日桌球界的世纪联姻 涌入超过50家各国媒体 至少100名记者高度关注 两人始终十指交扣晒恩爱 宣告甜蜜展开新婚生活 中央社记者张新伟台北报道 中央社拥有阵容最坚强的新闻团队 全球布局居台湾媒体之首 将近30个据点分布五大洲 以台湾观点掌握全球脉动 华年适逢周末 南韩民众连续第十周发动街头示威 抗议总统蒲警惠放任闺蜜 崔顺时干政 华年夜的岛铺集会 主题定调为宋蒲迎新 在全国40多个地区头部展开 首尔的光化门广场 摆出光化门拘留所的监牢 里面关着闺蜜干政丑玩相关主角 从蒲警惠 随顺时 到清瓦台秘书长等幕僚的指人下 凸显愤怒鸣心 现场甚至有人牵着狗和棺材 狗披着连我都不如的布条 棺材上则写有铲除不振舞弊 引人侧目 还有民众守着象征世约号的纸船 悼念2014年死于传难的304名高中生 被蒲警惠政府列入议文件黑名单的 南韩元老级摇滚歌手全人权 也来到示威现场现场 主办单位估计 光化门广场聚集约60万名民众 目前蒲警惠遭到国会弹劾停职 南韩宪法法院有180天的时间 去裁定弹劾案是否成立 宪法法院寻求及早做出决定 近日就会迈入辩论阶段 如果宪法法院通过弹劾案 胡锦惠必须在4月下台 总统大选则提前到6月举行 中央社记者江远珍收尔报导 距离现任不到一个月 美国总统欧巴马以俄国干预 美国大选为由祭出连串外交制裁 包括驱逐35名俄国外交人员 关闭俄罗斯在美国的外交机构 欧巴马大动作出招 并且警告还会有进一步的秘密行动 美国大选期间 希拉蕊阵营的邮件遭骇客入侵 并外流重伤民主党选情 美国情报单位断定电邮门案 是俄罗斯在幕后操控 意图帮助川普当选 面对美方制裁 俄国第一时间回应将采取适当报复 但俄罗斯总统普廷随后发表声明 表示不会驱逐美国驻俄外交官 甚至邀请外交官子女到克里姆林宫 欢度新年 对于欧巴马以这样的方式结束任期 感到遗憾 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则在推特发文 表示俄国延后反击是了不起的做法 大赞普廷聪明 并强调选举已经结束 美国是时候往前迈进 欧巴马现任前对俄罗斯展开报复 川普团队认为目的是限制川普的执政空间 但欧巴马任期倒数计时 即将上任的川普已表明 美国该与俄国修补关系 制裁能否确实执行 仍是未知数 中央社综合报导 迎接2017年 印尼雅加达台湾学校 一早举行中华民国106年 元旦升旗典礼 祝印尼代表陈州 带领在场的贵宾和乔邦们 齐唱国歌 还有学生表演竞歌热舞和健康操 会是每一年主努力 新的一年展望会比以往更光明 因为我们正在推动新南向 印尼又是我们新南向的一个重镇 在整个推动的过程当中 我们预期双方会有非常好的互动 那么未来在各种合作项目的推动 会更加顺利 镜头来到菲律宾马尼拉 祝菲律宾代表处举办元旦团败茶会 由舞龙舞师开场表演 祝菲代表林苏焕会中提到 台湾现正面临诸多挑战 但他强调不必悲观 因为中华民国的民主制度 并能克服难关 也提及台非良好的互动关系 而在南韩首尔元旦团败活动 祝菲代表实定与率领同仁参加 并与桥界交流 互动恭喜 中央市记者庄永吉林行健江远珍 综合报道 地质 五色鸟 野百合 志工用红色玫瑰装饰车身 由华航打造的在线台湾之美花车 将在南加州的年度盛世 玫瑰花车游行中呈现 华航连续31年参加这项盛会 今年花车全长55尺 高35尺 宽18尺 展现台湾本土生物的多元丰富 推动永续旅游的概念 各位可以看到后面的主题是一只地质 还有我们的五色鸟跟百合 这些台湾的元素 刚好符合我们2017年推动 永续旅游年的一个概念 那台湾赏鸟活动是深受欧美人士喜欢的 因为台湾经过北回归线 自然人文生态资源丰富 迈入第128届的南加州玫瑰花车游行 每年约有70万人参加 透过电视转播可能达上百万人次观看 台湾航空业者希望透过花车游行 让更多欧美人士看见台湾生态之美 来台观光旅游 促进产业经济发展 主要是记者曹宇帆 洛杉矶报导 2017年第一场象限一座流星雨 将于3号晚间达到极大值 根据台南市南营天文馆预估 每小时将有120颗流星划过天际 有如天然烟火秀 建议民众可以选择视野开阔 没有光害的地方观赏 例如阳明山 何欢山 以及墾丁 而这场流星雨也是今年上半年 唯一的一场流星雨 下次要再看到 可能要等8月 民众在迎接元旦曙光之后 可欣赏2017第一场天文秀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在华视新闻资讯台和中央社网站 都有播出 我是黄佳华 我们再会 请接下 请点准订ис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